第26題,酒精成分標示為58度的高粱酒 代表的意義為下列合者 酒的濃度標示用的是體積百分濃度 那麼就是這麼多的體積的溶液當中 有多少體積的溶質 58度就是體積百分濃度58%的意思 所以100毫升的酒裡面會有58毫升的酒精 第26題我們說 酒精成分標示為58度的高粱酒 代表的意義為下列合者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100毫升的高粱酒中含有58毫升的酒精